這個應該是目前 應該是最 我個人感覺 這應該是相當頂級的 查的一個學問跟製程 請問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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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先請您談一下 您是怎麼樣開始教這個甩手工 那甩手工又是怎麼樣子的姻緣 作為您這麼樣子 教導大家健身的一個方法 簡單的說 我們從小就喜歡練武術 武術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運動傷害 我們還有堅固的練一些導演 導演就類似 像氣功或者瑜伽這一類的東西 那就是說我就是累積了很多的經驗 然後我就發現 我們中國的養生 養生的功法真的很好 可是卻又很秘密 他很注重呼吸的效果 所以他就很難普傳 很難普傳 因為我們傳出去都是要負責任 那後來為什麼這個平傳呢 就怡然決然傳出去了 他最主要就是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可以先不著重呼吸 先把動作做穩了 把動作做定了 然後每個人都能夠獲益 而且他最好玩的就是 他的這個小孩子也可以練 孕婦可以練 老人家也可以練 所以他這個男女老少嫻疑 那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段故事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是就是薩爾斯那一年 是是是 哇 那一年也是很轟動啊 是 然後最妙的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住在那個廣州街 旁邊就是和平醫院 然後呢 我就是那個 薩爾斯那一年呢 我就信手撵來啊 就把這個電視打開 正好在播那個新聞 那個新聞就講啊 他就講到這個海峽兩岸 然後就提到這個 就是從廣州什麼和平飯店 一下就煞到廣州街的和平醫院 那個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 那是不是這個上帝啊 佛祖啊 他希望我們中國人能夠 能夠合作無間啊 我說這個時候 不傳出去什麼時候傳呢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講 我說我就把這個 兄弟姐妹們啊 師兄師姐們都召集起來 是 我就說啊 我們把平甩宮傳出去好不好 那個時候還 在此之前還沒有 還沒有正式的對外普傳 就是自己練 因為很害怕普傳 就是怕人家練錯了嘛 那後來我就講 我說那他們就大家在探討 到底傳什麼呢 後來我們講就是說 平甩宮最簡單 而且它一開始不用著重呼吸 它的呼吸效果是怎麼來的呢 是從這個簡單而規律的動作 所產生出來的呼吸效果 所以變成人人都可以練 是喔 變成這樣 那後來我就 然後大家就講說 把平甩傳出去 那到時候沒有人來怎麼辦呢 沒有人來跟我們練怎麼辦 跟我們修煉呢 後來我就講 是指說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沒來修煉還是 這就是怕這個 說這麼好的功傳出去以後 到時候沒有人來找我們練功啊 然後後來我就講 我說不用怕 我就講了一句話 我說你們要去想 這個錢重要還是人重要 大家都一口同聲說 人重要當然是人重要 我說那人重要就是 我們先幫助人 是不是 我們先助人為標準 然後大家就講了說 那傳出去以後沒人來 又有人講話了 然後我就講了說 我說不用怕 我說我們還有更厲害的功啊 是不是 我說他們什麼功啊 我說連飯都可以不用吃 是吧 光練氣就好了 是吧 可以喝西北風就可以飽了 然後大家就聽得非常喜悦 然後就把他們虎過去了 然後就 後來我就講 我說我們就希望這個平甩啊 尤其是這一次這個 這次這個疫情啊 是 我就有一個感慨 我說我們啊 要這個 這個平甩要跑得比戲劇還要快 我就這麼想 是 我說我們來創造世界的和平啊 是 就講了很大 然後大家才會覺得 受用無窮啊 是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就一人決然地 就把這個平甩就這麼傳出去了 所以說那還是第一次 第一次 在大眾當中 就社會大眾當中 是這樣啊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說 啊 我們對著那個那個 和平醫院的那個窗口啊 我們在下面甩給他們看 那上面呢 就看到我們在下面甩 要不就跟著甩看看 大家都不能進去嘛 是啊 那那個時候趕巧了 我們有一位師姐啊 她就是在和平醫院裡面的護士 護士長啊 然後護士 然後我就 他們就在那個窗口那邊 就也跟著在那邊甩 我們在窗的下面也跟著在那邊甩 知道吧 我們都不能進去嘛 知道啊 那個時候大家都不害怕 就說沒關係 進去 進去交進去交 可是他們不給我們進 不讓進 不讓進 那一次也是很好 然後大家都相安無事 知道吧 一直到現在 知道吧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平甩 這一次的疫情啊 真的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呢 都有這個很特別 一些不可思議的一些回想 嗯 知道吧 包括什麼全家人啊 都不甩啊 只有一個人在甩啊 勸他們甩他們也不甩 後來全家都中了疫情 然後呢 就發現 就是那個任平甩的 任平甩的沒有 沒事 然後後來全家就跟著甩 這種情形也很多 然後我覺得更好玩的就是 我們還有人呢 就從那個監獄裡面出來 他就跟我們講 他說他們在監獄裡面 只有一兩瓶兩三瓶大 裡面一住就住了好幾個人 然後他就講 他說結果他們全部中了 結果他沒中 就是因為他以前練平甩 然後後來他們講 你怎麼那麼厲害 他說我練平甩啊 我不是跟你們講 你們都不練啊 然後當然全部都來甩 全部都甩開了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玩 是這樣子 所以看起來平甩工 您當年傳這樣子的話 還是被這個 當時的那個疫情所推動 是這樣子 對 是這樣子 那 那個時候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說 什麼都不懂的人 他就是一樣畫葫蘆就可以 還是說好歹他有幾個 幾個基本的要領 您是怎麼樣 怎麼樣告訴大家 他最主要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你說要 要一對一 或者是那個面對面 有時候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我們後來我們怎麼樣 知道嗎 我們後來就是印了很多的 那個平甩的奇蹟 而且是世界各國的平甩的奇蹟 是 你們有沒有那個 可不可以拿來看一看 給法師看一看 他那個很有意思 就是世界各國平轉奇蹟 然後我們就看的人就發 看的人就發 看到外國人也發 看到中國人也發 通通都發 是吧 然後就每個人都照著上門去練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希望人家能夠到我們這兒來 我們就面對面教他們 然後回去練 我們就放心了 比較紮實一點 比較紮實 對 因為確實有人練錯 還是會有練錯 還是會有 那這個還是 各式各樣的 還是會啊 你看他這個 我們後來我們這個 是是是 很多國家的這個 不同的 對 中文的 英文的 喔 這樣 我們還有什麼西班牙文的 西班牙文的 有八國語文 八國語文 對 很好玩 是是是 來 來 謝謝順利 好好好 大家 感謝感謝大家 感謝感謝 那這些甩其實它是有一點專業 那你們也要是跟茶師稍微學一下嗎 對 因為我是一直在研究 這個古人講的殘茶不二 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是 後來我們就從這個裡面去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剛一開始就圍著那個茶練平甩 因為平甩它會有一個共振 沒錯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磁場都是一樣的 是的 是的 然後甩完了以後再坐下來 坐下來然後靜靜地坐在那個地方 手這麼安撫著那個茶 還是舉起來 革空的輕輕地舉起來 革空的輕輕地舉起來 革空的輕輕地那麼舉著 然後心裡面念著那個茶的原有的那個味道 好比有的茶它是去 它原來就是有花香 是的 那有的茶就是有那個麥香 有的茶有果香 但是我們心裡面所有的人的這個念頭是一致的 然後完了以後 然後再開始甩 然後甩的時候也要一致 就是我覺得這個規律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從頭到尾都是要規律 尤其是在甩的時候 剛一開始他們甩的時候怎麼甩啊 就是有的人甩很高啊 有的人很亢奮就甩很高 有的人就是累了他就這樣子輕輕這樣 累了越甩越低 我就講我說不行 我們就是每個人高度要一致 每個人都甩到這個一定的高度 只要剛好超過這個超過人就好了 然後坐在那個地方 不要甩太高也不要甩太低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給那個茶適當的運動 我覺得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茶喝起來很有勁 有勁 它很有後勁 給它適當的運動 然後完了以後我們還要再靜置 再靜置打坐 然後完了起來的時候再平甩 大家真的是體會到那個殘茶不二的功夫 是 所以說把平甩跟靜心跟做茶這幾件事情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這也是您 本來您也有去了解茶農有一些動作 有一些基本的那個 那您了解了之後透過您自己的武術的根底 還有您的哲學思想 然後來整合發展 然後這樣子琢磨出來 這個應該是目前 應該是最 我個人感覺 這應該是相當頂級的 茶的一個學問跟製程 因為這個也不是一般人懂懂道理 聽一聽我們今天這樣錄影 他就能做的 要老師 要諸位的練習跟信心 還要最重要是一個信仰 信仰 對 最重要是信仰 信仰是天地茶人三件事情 人心跟天地醞釀 以及出現的這個茶 我們尊重以及配合 剛剛講的 應天應地也要應茶應仁 是這樣子 一切都相應 勝天應仁 是 真的是要這樣 這不容易 謝謝 你在水邊 影師 你 這裡 有 儿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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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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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